现场要继续问您报道 为了抢救台北市202冰工厂的绿地 在作家张晓风出面大声疾呼之后 艺文界跟学术界也发起联数 反对政府在这里进行开发 包括了中研院的研究员曲海元 以及云门五级艺术总监林怀明 都担任这项联数案的发起人 水鸟七席绿叶迎风摇曳 这是中研院预定开发生计园区的所在地 在作家张晓风之后 中研院社会所研究员曲海元也几乎反对 那以台方是中研院变成一条河 那以这个价建成的话 那会变成是什么东西 会变成汪洋一片 所以这个地方绝对不可以再开发 身为中研院的一员 曲海元却极力反对 他认为虽然生计园区只占25公顷 但只要一通过 接下来202冰工厂 还有144公顷的特定专区 将被台北市府BOT盖企业总部研发中心 甚至豪宅 因此中研院千万不能打头阵 研究院开发的话 别人就可以跟进 那最严重的是叫做特定专用区的计划 是有144公顷 曲海元发起联署 要求政府保留台北这块最后的绿地 艺文界学术界大佬参与的 包括作家陈若曦 以及云门艺术总监林怀明 但针对202的风波越演越烈 行政院立场似乎还是没有改变 并没有喊停的意思 就是依照 接着沈小青 陈昌伟 马台新 台北报道 最近引发争议的一批美国牛蛇 后来因为厂商主动撤回进口申请 让一场风波暂时落幕 但是外界质疑 美牛进口的政策是否又大转弯了 卫生署长杨志良今天对这样的说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